为纪念毛泽东今年12月26日诞辰120周年,河北衡水的技牌内化大师们历时三年创作了120幅毛泽东肖像内化系列套壶。 这一套内化作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张汝才监制,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最多幅毛泽东肖像内化系列套壶。 内化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工艺,其画法是以特制的变形细笔,在玻璃、水晶、琥珀等材质的糊坯内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 由于要将变形的笔伸到糊坯里面在内壁上作画,具有很高的难度,在鼻烟壶内壁的方寸之间画肖像更是需要很高的艺术水平。 为了绘制内化系列套壶,张汝才率领既派内化大师们从1500多幅毛泽东照片中精挑细选出120幅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形象的照片。 挑选出的照片被绘制在人造水晶壶正面,背面则用仿毛体书写了与正面画像基本对应的毛泽东诗句或题词。 此套毛泽东肖像内化系列壶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最多幅毛泽东肖像内化系列套壶,并由红色收藏爱好者龚焕文先生收藏。 在毛泽东诞成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龚焕文先生在河北省博物馆展出了这套内化壶。